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这凌峰老师您来了 我顺便问您一个 听说在你们医护工作者当中啊 对我们媒体存在着一种情绪 就是说很多医务工作者啊 就抱怨就是说所有的医患冲突都是你们媒体把这个医生护士妖魔化造成的 您怎么看 我觉得媒体是有 确实有一些不良媒体是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 他是妖魔化 同时呢 他也是赚足了 为了在媒体中间 这种不良媒体中间 他也有利益 他当然有利益 他赚足了眼球以后 他就会有广告 他就会有更多的上进率啊 或者是说出版的报纸啊 或者什么 他就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利益 对不对 他出版卖的分数高了 他也有利益 所以一切都是一个钱闹的 所以这个利益把这个事给 把这个不良的这种媒体也给整坏了 所以他是为了赚取眼球而昧了他的良心 媒体的良心是什么 是事实 是报道事实 那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他就不讲事实 你比如说前不久刚刚报的一个 一个人说肾没了 其实他是肾萎缩了 嗯 萎缩说肾没了 完了以后 他根本就连查也不查 问也不问 张嘴就来 就说肾没了 那就说等于这个医院 就把这个屎盆就扣到医院头上说这个医院给开了个胸 把肾也给人拿走了 然后就让人家产生很多的一种联想 是不是拿去卖了 是不是怎么怎么着了 所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坏 有一些这些记者就就胡写 那就是没了良心胡写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他煽动了这个老百姓对医生的一种不满 而且也拉开了这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一个距离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起了很坏的作用 相信你们 我们不是 是吧 你们应该是应该做得更好 我怎么有点脸红呢 媒体呢 初中可能是为了迎合片面的名义 对了 但客观效果呢 又鼓动了这种名义 没错 产生了一个正反馈的循环 违背了这个基本的道德 那就是良心嘛 对不对啊 对 当然 我们媒体也有好的部分 你现在看看这个也是通过媒体广为人知的 这样最近的一些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 武警总队第二医院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关门了 关门了 听说是在旁边啊 那设了个点 就是这个要赔钱的到那登记 然后现在被整治了 就是承包科室嘛 你再往下看 哎 这个还是就是 对这个陈仲伟吧 还是王骏医生 就最近被打死的这个 陈仲伟医生的这个追悼 就是家属 你瞧这个 哎 你说林峰大夫 您像是看到这种情况啊 现在就有人说 我是听说了 说中国现在孩子们有心将来从医的 这个抑郁越来越降低 您有这种 就医生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行当 在中国不太好混 有人是这么想 但是我我觉得这个不是大多数 大多数的人 我们永远还是要分清楚 少数和多数的区别 不能把少数给掩盖了大多数 如果说少数人的情绪 如果就代表了一个大多数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就要 要糟糕了 我觉得不要把这个医生啊 另类话 咱们不说这个妖魔话 其实我后来想想 哎 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 做着一个工作 甭说他们医生 可能比咱们更善良 就是即便是跟咱们一样 就是更善良 对 你看 更善良表现在哪呢 就是因为他愿意 花费自己更多的精力 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以牟利为他的主要目标 那在很多的方面 他是以牟利的 而医生他不是以牟利为主要目标 但是您讲的可能是好的那部分医生 大多数是好的 您看他就 大家有很多患者 为什么平常聊起天的 一说他医生没有一个好东西 什么收红包 态度 我不觉得医生是比别的人更有良性 但是我觉得医生的这个职业道德 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业道德 那就是 就是 没有良心 他怎么能有职业道德 他的这个医生的这个 这个要求 你要做一个医生 你有很多事情 你就要跟常人不一样了 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就是说产科啊 有些有些科病 医生要接触人的身体 我们常人就会想这个问题 你一个异性 一接触身体 你会不会就是会有不好一个女的 被一个男的医生看 你哎呀 你这个怎么 那回答的人就 学医的人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根本不存在 因为我们是学医的 你看这就超越了一般的 这个人的这个欲望啊 这么东西 所以医生是有他自己的职业道德 这个道德是非常高尚的 咱就说这个道德 这个良心是不是也需要他的收入来支撑 这有他的 不是这么绝对 但是呢 是有关系 就是说 他的良心和道德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而社会对他的认可 一部分是从精神上 或者从那个去尊重他 那么另外一部分 他也是在对他的付出 你给予的这种补偿 或者是给予的这种报酬 是高于其他的 那就是也表示了你对这个职业的尊重 对不对 你要没有这些 你就拿他不当事 你想想看在美国 美国的那个平均的人均收入 医生和平均的民进数要高出七倍 但他读大学的时间也要多出 因为他付出多呀 你看我们中国一个医生 对呀 中国的一个医生 从大学毕业 像我们神经外科医生 大学五年还要再学七年 才能成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前后十二年 可是其他的学科 那七年都赚钱去了 对呀那肯定的 你看你们媒体 你们那个传媒大学 四年就毕业了吧 没有一个大学是像医科这样 学这么长的学制 因为他研究的是人 人是太复杂了 你这么复杂的人 那你要把他研究透 还得要把他治好了 你没有这么丰富的知识 你怎么能够处理这些人的 但是现在国内的医生 就是很正 就是完成了十二年 甚至做到主任的医生 如果不算额外 只是他正规的工资的收入 他是社会平均的收入的多少呢 差不多一点二倍到一点四倍 所以在这种情况 差不多呀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个差太远了 就跟国外相比 所以可他的付出也差太远了 可是他就舍有舍路 数有数路啊 我就发现你既然是这样呢 他医生也有很多挣钱的招 比如说出去走学啊 比如说就说跑到 医生怎么出去走学 这就很多医生 这你让林峰大夫介绍介绍 不他就要多点职业嘛 那就兼职 有兼职有多点职业 就说可以有到不同的医院去 人家请他 他可以去到那去做手术 也有人说叫开飞刀 开飞刀打飞滴 打着飞滴开飞刀 是不是因为医生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承认在工资上 所以红包制度消灭不了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这是一个制度的造成的 你制度没有给他封死这条路 那么当然你只要有出口 有这个路 有这个缺口 自然就有人会在这个方面去考虑 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合理的报酬 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付出 那你就要有合理的报酬 有合理的制度来去约束 这样才是一个 你比如说 医生他的付出最高 那他的这个 这个报酬就应该很高 你像美国和香港都是六七倍 六到八倍 你中国才是同样的 那你怎么样能够说 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你是一个不畏无斗米折腰的人 你现在吃穿以后 你买房子 孩子上学 各个方面 你都要考虑 你有什么时候 你能拿出自己的全心 去给别人看病 医生给别人看病 是要用心的 他的心都不在你这 他在想着我怎么 我孩子今天要上学了 老师还要让他上什么补习班 我还要那个老婆又追着我 说要买车 你想想看 他的心会不会被分开 医生要心无旁骛才对 什么怎么才能心无旁骛呢 那就是应该 他应该有合理的 社会的认可度 和合理的收入 要可观的收入 但是不可 不可能是像有些报复 对不对 我觉得他至少要小负责安 可是 那什么原因使得 他们工资拉不开呢 在一个医院里 什么原因使得 主任医生教授 不能够比一般的人 要高出三倍 比方说 这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这样 不是一个医院里头 谁跟谁拉不开 而是整个社会 我说的那个 一点二倍 一点三倍 是跟社会平均收入的 医生的平均收入 和全国人民平均收入 的才一点几倍 那你比如说 这就差太远了 不是 那你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您比如现在老说的 这个医药养医啊 说医生的开很多 没必要的药啊 他这个钱 他这个钱是为医院挣的 还是为了完成医院的指标 是的 他自己也分点吗 他医院当中 他这个指标 他就可以层层分解呀 那医院 比如说医院拿了 有有十万块钱的指标 那有十个科室 那你这个科室就一万 你那个科室两万 他那个科室五千 他也把那个指标都分解到各个科室啊 你各个科室也得要完成指标 对啊 这到底假如一个医生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良心该怎么平衡呢 那就这就是纠结 这就很难了 到底是 我是为了病人应该要 我应该开的最少 或者是感那个那个 就是给你最恰当的治疗 不用多开药 我就不用多开 还是说我为了完成指标 给你多开点 也没什么坏处 也没什么坏处 对啊 那有坏处 那个就破底线了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当你不能够 心无旁骛的去看病的时候 你就不免会要有点沾染 这个是制度造成的 而不是说医生的本心愿意这样 那您要这么说 一个医生 咱再放大到一个医院 就说你比如说这个武警二院 他把课室都承包出去 而且是明显的 我后来发现就说跟谁让你承包 从来就是反对 从来就是禁止的 早就有不允许的名闻 然后那他这医院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良心 他没想到这玩意打着自己武警二院的名头 这不是坑人吗 这是他们 这不归他管 不归他管 对 这不归我不管 这是那个 因为我们医院从来没有过承包出去 林福医生 什么时候我管部队医院了 你是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管不到这一块 但实际上 作为一个医院 要是要被承包出去 这个里面确实国家是应该要有明令的规定 国家明令的规定 那你是各级都要应该要 要去执行的 你不能军队会单匹出来 现在除了这个军队武警的医院之外 公立医院都没有承包课室这种现象吗 大的那个医院 大的这种三级甲等医院 或者都很都几乎就没有 只有有一些厂矿啊 那也叫做公立医院呢 因为它是国家的国有资产呢 但它经营不好的时候 它又要养活自己的人的时候 那你说怎么办 你既然是公立医院 那么你国家又不养他 只有10%的财政 那你要他怎么活 10%的财政 这不是话又说回来了吗 那您对这个莆田系 这种医院有什么了解 我了解的不是太多 但是我看过一本书 看的让我毛骨悚然 是以这个为一个 以莆田系的一些医院 为一个底来写的一本小说 完了那就是说 把你这个没病的说声有病 完了以后改改那个化眼单 改什么的 然后最后把你的钱全部就拿光 因为这一点是一个最最要命的事情 就是说医院不应该以力为主要追求的目标 而应该是以帮助别人为主要的目标 所以说到这儿 我们就总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所谓医改的方向啊 不是说希望理想是实现公立医院呢 你就是完成公共的公益的职能 但是如果想差别医疗 想享受好一点的呢 可以放开民营医院 那莆田系不就类似于这种民营医院 为什么走上了一条邪路呢 那就对了 那就是说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任何医院 不管你是公立医院也好 私营医院也好 他的最主要的目的 他不是应该是以追求利润为他的主要目标 把病人和治病的医疗行为 做成一个牟利的一个手段 那就是偏离了 医院是什么 您就说的理想了 不理想也是这样 你事实也是这样 即便是说你是为病人服务 你要收取费用 这是正常的 你服务的应该的费用 而这个费用是合理费用 那么这个也是应该获取的 但是它不是你是肆意去 或者是刻意去追求的东西 但是你比如说 你像听说这个莆田系啊 他们现在还就洗白了 就是跟这个原罪洗白 就是说他有了钱之后啊 他要搞一种最 也不是说做慈善 做最高端的医院 就是我确实找最好的医生 甚至于就看感冒 收你5000块钱 但是我给你最好的医疗服务 那这种又算是 你说他算是利呢 还是算是专业的 更高端的医疗服务呢 还是利吗 还是利吗 我觉得他这是利 他只不过 他要是洗白也好 或者是怎么也好 他的前面的第一桶金 或者是说他的原罪开始 是以利为为那个什么的 而且他就变是高档的服务 高端服务 如果说高端服务 我们应该也是仍然追寻着 我们为病人去爱病人 去为病人服务 去为病人解决 帮助病人为主要目的 这才对 而不是为了去 从病人身上 你有钱对不对 你是高端 我为你服务 我多收你好多好多的钱 而且是给了你一些 你不应该治疗的 你比如说你住单间 我收单间的钱 你住三人间 我收三人间的钱 这是跟你的服务档次 是有关系的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你有钱 我给你开五种药 有四种药是不需要的 我理解李洪医生的意思 就是说你公立医院 你以公益性质 你私家医院 你有利润的追求 但是医学的道德的底线 是不可以违反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应该是这样 只要你是医院 你就不能违反这个底线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比方在香港 这个事情比较简单 如果说我去公立医院 我就多排队 服务差一点 医生不差的 他们会说医生不差的 动手术不差 但是平常小病呢 你就得多等时间 那你要服务好 你就到私家医院 你多花点钱 但他服务是比较好的 服务这治疗的原则是同样的 动手术是一样的 最尖端的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在国内的情况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公立医院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国家的投资不够 医生医院都要谋钱 来支撑他90%的开销 因此出现了有好繁殖了 有医闹了等等 那么另外这条民营的路 要不要走呢 那是不是中国医疗事业的一条出路呢 我觉得是 那现在走到了像莆田这样的事 有办法解决吗 还是就这样说说而已 我觉得绝对不能拿莆田和民营来划等号 但他占了80% 80%那是因为他在早期 民营其他的资金还没有介入 所以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说政策能允许民营来做 所以莆田他当时就用各种手段 占据了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的这个百分比 但是这绝对不是方向 这也绝对不能拿莆田就等于是民营 可是这得考虑到人性本恶的问题 你怎么管呢 对于民营来说 他是要挣钱的 你跟他讲道德 你跟他讲什么医者父母心 但是你得有监管 当然要 那医管局是干什么的 医管局了 还有整个医疗事故的投诉机制了 还有传媒了 我觉得我得到一个信息 现在很多人在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这个生讨莆田啊 会导致医疗界的国进民退 就是国立医院就是重新又赚 占领全部 民营的这条路 民营的这条路又完全又不同 而实际上的国立医院呢 其实已经公私合营 就是说你说国立值钱只占百分之十 对不对 实际上制度是社会主义的 就每个人拿平均的工资 可是他们的经营方法又是市场化的 这个才是矛盾的最根本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根本不能够就说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有多大的差别 只是投资方不同而已 你反正都要往医院投钱 标准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说价格 你的服务的水准不一样 它只是在服务水准上 它是有不同的档次 而公立医院基本上是保基本的 因为是国家给你这么大的 就是说那个医保 因为所有的公立医院的医保 全部都是要覆盖的 民营医院有一部分 它还不怎么覆盖 你比如和我们家医院 它就不覆盖 不覆盖的 有一些是覆盖 它现在的医保呢 是属于叫谈判制 完了以后 我根据你今年的盈利的情况 不是就是经营的情况 运营的情况 我告诉你 我医保给你包百分之多少 然后下一步都很好了 我再给你增加一点 医保的额度等等 那是跟民营医院去谈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民营医院也好 公立医院也好 它都是给病人一个最好的服务 然后这个服务 也就是说就像饭馆一样 都让你吃饱 只不过在公立医院 你是吃馒头稀饭 你在民营医院 你花的钱多 你可以在加上点海参 大虾 是 对不对 那么具体来说 你觉得像普提医院这样 现在有什么方法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讲讲而已 不能讲讲 我觉得是应该要监管 这个就一旦发现了 那就是应该要重罚 你如果说罚的不重 那就说明他的犯罪成本 或者是犯错误成本太低 那他就肯定会继续 嗯 咱们先取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说到底啊 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本分 咱们现在的社会是就乱了根基 教师的本分也没了 医生的本分也乱了 其实说到底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我现在想象 不能那么妖魔化 比方说我刚才我就看 对 你这句话说对了 温涛 你就不能要问 你的话里面 你就不能说 医生也这样 这是少数 很少数 你一定要知道 大多数很少数 所以我就学习啊 我学习你手下的一个 一个抱 抱医生 你知道这个凌峰大夫 他们搞这种人文医学啊 每个礼拜二 他们组织这个他们自己的这医生护士聊 有的时候聊达芬奇呢 聊什么 就是就聊这些人文 甚至聊一个医生的这个很多困惑 我就看这个这个抱医生 我就想到 其实你好比我们主持人 跟医生也差不多 你每个人其实都对自己的工作呀 挺当回事的 对 比如说我今天要说错一句话 很久很久 我自己就揪心 他这也一样 你比如说他手底下有个抱医风 我就说这是一把刀 他就讲啊 手术是个良心活 我就跟你说你多少红包 你那没用的 为什么是良心活啊 他啊 动这个手术 给你剥离一个肿瘤 好 比如说肿瘤要是剥离干净了 有可能会造成血管壁啊 很脆弱嘛 容易造成血管这个出血 也出事 但是呢 要肿瘤剥离不干净呢 那当然又有另一个方面的危险 又复发 哎呦这个在当时啊 如果选择错误一次啊 一辈子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负担 而且就是他这个抱医生 我觉得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一个问题 他就说 好比说在我们这个医院 一个博士出来的这个一个医生 你啊 到我这来 你就只能打打下手 因为你没动过手术 或者你只动过一次 你手术的死亡率 这种手术死亡率可能是90% 我的死亡率我这有经验的老手 我可能就是零 所以当然不能让你动手术 他但是呢 如果是这个博士出来的人 他到了比如说乡村的医院 很初级的医院 那儿一个做过手术的人都没有 那他就是那儿最高的水平 那就得让他来做手术 所以说他就说他经常在思考这种 你这样一说不就使得乡村的人都到城市大医院来了吗 你举了个具体的例子要我们挤到三家医院来 不是这一点啊 这是这是现在的一个事实 所以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医学的非军制化 因为这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军制化 就是很多的地方他水平不一样 所以才要现在的魏纪委 我觉得现在是魏纪委干了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搞五加三加X就是这个医生的训练 就是说五年大学毕业要加三年的住院医师归陪 然后再加X年就是不同的专科在进行不同的专科训练 有的人再加两年 比如普外加两年 像我们神经外科就得加四年是最高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尤其是这四年和归陪这个时间 这七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来说 每一个医生都要经过这样子的一种规范的培训 那你无论是东南西北 他就均衡了 比如说中国现在高考打得不可开教 你为什么教育资源不平均呢 本质上就是不均了 中国贫富不均 中国我发现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平衡 是吧 换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人民服务好了 高级的医院什么人都进 现在就大批的都全涌到北京大医院了 是超市医院 那是啊 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高铁也好了 公路也好了 交通也方便了